誰可以告訴我龍蝦殼它是生廚魚還是熟廚魚還是一般垃圾呢 絕對是熟廚魚的請舉手 絕對是熟廚魚的舉好喔龍蝦殼它煮過了喔可能還有加過美乃滋喔 絕對是熟廚魚的舉手 絕對是生廚魚的舉手 是生廚魚的舉手 有人叫龍蝦殼 確定一下覺得龍蝦殼 你應該怎麼做才是最好的傘 教教長一起喝 教教長一起喝也是一個傘 把他變成起司 你會做嗎 對 這次我們很感謝我們大一大學的環境教育中心 還有我們的分離鄉農會 來提供這樣一個教導小朋友 洗食的這個活動 那我覺得透過食慾教育從小的扎根 讓小朋友知道說不要去浪費食物 那對食物的一個愛惜 那其實從他自己本身 這樣一個小的行為動作來做起 其實也可以對整個環境 整個地球的一個改善很有幫助 尤其在台灣來講 我們現在雖然是這個 就是說農產品農作物的資源非常的 算是豐富啊 但是很多時候小朋友就是會浪費 那這些浪費的過程當中 無形對我們地球環境也造成很大的一個傷害 還有對環境的一個不友善 那今天透過大一大學的團隊 來我們學校來教小朋友這樣一個 就是洗食的一個食慾教育扎根 我覺得也很感謝他們 謝謝 問卷上面有什麼 蘋果 蘋果遊戲 有蘋果遊戲 等一下有蘋果遊戲 那等一下還會有一個分組的活動 一個分組的小活動 讓你們了解 轉盤等一下是禮物 等一下會可以轉禮物跟轉問題 我們都有準備非常豐富的小禮物 所以等一下呢 在大家提問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問題 大姐姐在問問題的時候記得要什麼 舉手回答 就會有小禮物 我們今天準備了 舉手 現在 來 這個 因為要是說我 我今天的問題是 我今天家裡產生的廚餘 大部分都是吃的 沒吃完的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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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